这个是光头哥 最近就是从我的视频里面认识了周哥 想找周哥谈一个业务 就是说过几天 他们直播间搞一个业务 四百亿天 现在光头哥在和周哥谈 一直都用去做 不成在我们那个做啥子 开会儿直播 打个比方有时候让他打会儿 让你演一下观众 演一下陌生人假装不认识心的 那些我们都有套路有执本 就喊你演一下 打个比方有时候喊你 演一个比较威慑的一个 打个比方我喊你 假装认不到你从那边走过来 我们有女娃儿 国家要跟你打赏 就是说你要还自然的 当做认不到那个女娃儿 你们就来对话聊天 那过分一点就是说 他加把也是来牵上你的手 你要做出那种认不到人的那种标准 四百块钱反正 每天直播大概有三三四个小时 我要实话实说 那个团队直播时间就比较差了 我为啥都来照点我实话实说 不要觉得当中那个洋葱的直播间 还有那么多粉丝都在说 我要找的那种人来当演员 其实我是看着他在第一 你的年龄在白线 第二我就是要的那种小哥 二十岁的门来勾打四十多岁的老头 我要的就是这个小哥 你是勾打我吗 是勾打你啥 我这样子不认识他 是啥 就那么一个剧情能给我带来巨大收益的吗 哈哈 flower 孩子这个表演好 不需要你表演 就是你工作时间 和我这个工作时间一样的 工作几分钟 关托国家这里也是 工作可能就是半八个小时 大不了 绝情一样的说不了的话 然后可能就是换结直播间 我要反反复复来这些事情 就 r 用嘴巴赚钱 而且不需要你说好的话 说好东西不要叫你说 就这么简单 给你开除的条件就是保持保住 你愿意跟我们住就住完 我们完整长期保持房间的 房间住的好吗 如果打个比方 今天晚上赚了两千 给你开四个 你要跟我带来四千 我给你开到路背也无所谓 那么样吗 我就可以跟你探住 我们住的 可以就加个电话好吗 到时候提前通知了一下 你觉得可以 你就留个电话给我 对头 事情就能不能敲适了 我十月十号平台要 我们打过来嘛 不要 你拿去 不要放耙子 到时候打一腿就一定要去 我们打过来 你都要去了 来玩拍照 这个视频小哥出来了 对对对 小哥出来了 我来春去 我到时候 我十号开业 我八号九号 我要提前通知你 你肯定要去不要换那些 啥子都不需要 那些你不操心 到时候我们会有车子来接的 打个比方我们是在东一档 打个比方我们在海塘 公园那边 好 107年哈 这些都不存在 反正都管你看考虑好吗 如果到时候愿意住的话 我八号 后来我们一路吃个饭 喝个酒 把事情敲一下 你们这个事情敲定了 到时候不要放耙子 对对 时间准备好 偷一天 可能要跟你说 哪个子做 我八号会出来 拿你们吃饭 你给我打电话 好 我这个视频也就拍到这里了